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欧美齐减息, 希望在下月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 恒指跌了196点, 收报28397点 成交依然不活跃, 只得677亿 大市继续在28000到29000之间增持上落 一日升下又跌下, 全州来计都是还行 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这幅图 在6月18号, 我们冲了上来 19号冲了上来之后, 跟着就还行了一个多月 6月18号和19号之间, 这个下跌跌口 暂时现在是一个重要支持位 上高29000区, 重要阻力 打橫走, 一直走到多久呢? 希望在下月, 希望下个月就会 向上突破到, 当然了, 如果坏消息出 就向下跌破了, 如果你是淡有的 那你可能会说, 七上就八落了, 就是8月份要跌了 接着九死一生, 九月还要死, 淡有的, 敢估 好有的, 希望怀住一尸, 希望怎样呢? 就是说, 如果会不会欧美齐减息之后 内地又会宽松一下, 这样 抱有这个盼望的话, 那就有机会可以 冲上去, 冲上29000之上 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有太大的期望 就是升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这些市场实在太牛皮了 现在都不知发边边, 是吧? 现在就算升得穿29000, 都不要那么大上头 上高, 看多少呢? 回补了这个, 5月3日的下跌裂口 29000, 或者去到, 这一天, 即是特朗普说 要征免内地关税, 那天的收市位 就是三万, 三万点, 那天收是三万零八十一点 你当是三万, 如果上得回来, 这些已经很好了 因为, 这些市况, 现在你看到, 在这一段 就是说要加关税, 跌了下来之后 跟着呢, 就说他们有得谈, 跟着又上回来 去到29000, 之后就在这儿增持 那上, 没上回来, 就是三万左右 下来, 那就又下回来, 大概26000, 这些位置 那, 就在这儿牛皮上下来 那, 但市没有方向 那, 讲回今天的题目, 欧美齐减息 那, 昨晚, 欧洲央行, 议息之后呢 其实都暗示会减息的了 那, 但市场呢, 就说他, 嘿, 没有说明, 九月减 就是这个呢, 就不够够, 不够够 所以呢, 欧洲股市和美国股市都下跌 美国也是说, 嘿, 他会减息, 但是只是减0.25厘 不是减0.5厘, 不够够, 所以下跌 那, 市场就是这样的, 其实呢, 就会借助一些情绪 明明是会减的, 但是就说他不够够, 所以要下跌 是, 很可能呢, 这个是一个藉口获利回套 没错, 短线呢, 是会受到这些情绪波动呢 市场会影响到的, 会跌回一点点的 譬如港股那样, 跌回128点 譬如美股那样, 看标普500指数 昨晚大概跌回0.5%, 导致得差不多 会不会跌回来再深一点, 不排财 你跌多一点的话, 就是2960左右 但是, 减不减呢, 都是要减的嘛, 是吧 为什么美国要减呢, 先搞清楚这件事 很多人说因为经济不差, 所以不用减 大家都知道经济不是很差的, 为什么要减 因为有一个总统叫特朗普, 特朗普逼 鲍威尔减息的, 是吧, 搞清楚这件事 一你不减的话, 他就天天骂的 特朗普骂鲍威尔, 不是无的放弃的 因为, 美国现时的利率, 相对于 几个经济大, 大经济体 例如欧盟, 例如日本 他的利息很贵的, 十年期债息两厘的 人家呢, 德国是负息的了, 是吧 那如果你计这样来对比的话, 美国的利率是很高的 所以呢, 美国是有减息空间下去的 不要说减到去, 好像欧洲那样, 或者日本那样 那么低, 接近零或者负息 减到去一来, 其实相对都还是很高的 所以呢, 是会减的 那好了, 欧洲为什么减息呢 欧洲的确是很差的, 经济 不是, 欧洲的差是因为结构性问题 不是那些德国, 法国很差 而是那些欧珠很差, 南欧那些很差 意大利, 西班牙, 这些 在欧盟, 欧元区, 那么多个国家里面 是不是可以不理那些穷亲戚呢? 不行 那因为上次补完之后, 你就不能够不理了 不理, 一定要理那怎么样? 那就要继续维持低利率 那稍为你只要那个息一高一点 那些国家就死给你看的 怎么死呢? 你想一下 意大利, 西班牙 现在的利率, 十年期债息 都跌到去, 接近零 只有零点几厘的 嘩, 这么低息 如果你现在一加上去, 它们不死? 一定死的嘛 那它们一定死, 整个欧洲的经济 都会拖垮下去, 有一个危机 所以没办法的, 一定要保 一定要保, 利率只有向下 那还有一件事, 十一月就会换欧洲央行行奖 由拉加德接人 那这个女人本身是法国, 那她会怎么做呢? 如果法国要做这个欧元区的大佬 或者大姐 那会怎样呢? 那这个殃妈应该也是照顾那些 那些穷的那些国家仔 也会按过利率下去, 所以相信 欧洲, 美国 之后的利率, 都是会向下 这些是政治问题 就不是经济, 单纯说看经济 经济固然有一些, 美国不是很需要 减息, 欧洲虽然需要 但是都可以看一看, 所以欧洲央行 这次说, 其实没有这么夹 最主要原因, 因为就来卸任 它当然是保持住这样 但是之后那个呢? 之后那个就会夹下去的了 会夹的, 那所以呢, 欧美 也会继续减息下的 在这个情况下, 日本, 当然 它不会手软, 它本身已经很 宽松的了, 很夹的了, 继续夹 剩下来, 就是 全球四大经济体, 就是 剩下中国, 中国会怎样做呢? 会不会继续夹呢? 当然啦, 因为如果你不夹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不夹, 你人民币不断上升 因为全部那些, 其他都不断引人子 那你, 如果人民币不断上升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 本身出口已经不利, 人民币再升的话 就更加不利, 是吧? 那要保持人民币呢? 不要说贬值, 是和它们一起那么软弱 那怎样呢? 又是要减息, 又是要宽松 可能不是减息, 可能是 全管准备金率, 或者是透过 每天的市场操作 总之就是都会放多些税 令到人民币不要太强 这个就是 我的估计, 所以说 希望在下月或者下半年 都可以 之后呢, 应该可能 都会比较宽松一点的环境 那就应该有利资产价格的 那当然, 如果 如果, 由这个欧洲或者 美国的央行 它反过来做, 它不是宽松的话 那股市 就真的会大件事 因为市场已经预期了 它会宽松的, 那就会大件事 那这个 暂时来看, 出现这个 机会率就较低 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什么黑天鹅都有机会 大家可以想到黑天鹅的东西 是不是 那不是说没有机会 不过呢, 现在较低一点 好了, 所以呢 预期下半年呢 欧美减息 然后中国, 我觉得都会宽松一点 希望在下月或者下半年 好了, 讲完 所以呢, 内地股市呢 现在它在横行横行之后呢 估计, 其实都是希望 在下半年或者下月呢 希望它可以充高一点 可以充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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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啦 现在什么都是估计, 什么都是假的 等到政治局会议 开完会之后 看一个讯息 才决定 估计 这几天 就会有公布的了 好了 那今天有些股份呢 都比较好一点的 那昨天都讲到 精彩在过股的嘛 那今天没那么精彩 但也有一些 好像这一只叫做金贸 那样 那因为呢 它就是评保 引入评保做第二大股东 今天就升了7.6% 这是内房股来的 本来就是中化香港 就持有做大股东 那现在引入了评保 就持有15% 第二大股东 所以呢 刺激它上去 那评保会认 评保都不是傻的 为什么它会买呢 一来 就是内房 真的都挺笨的 现在因为那些PE都挺低的 息率都挺好的 那它有资金的话 作为这个长期投资呢 都不错的 那事实上呢 有些内房股呢 其实都卖楼卖得很好的 好像保隆地产那样 我写过这只股了 在经济日报见了一部 那这只 又创卖周身高 三年高 那这样 那冲了上去 因为其实它的销售很理想 那样 好了 那还有一些 其他股份的 都好像一路在冲上去 都还是 走势靓的 例如大家熟悉的是什么 大家乐 大家乐这只呢 它可能 会在内地有一个 几年的发展大计 因为它和很多内地的地产商 谈了 就说在他们的商业 物业那里 就开店 那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香港开店 都开到整行整市了 很多人都喜欢吃 那在内地呢 现在供进去呢 都令到大家有个 憧憬在那里 那当然啦 有些人就说 你进去打 哪有这么容易啊 内地很多这些 餐饮的 很多的 你这个价钱进去 又不是特别有优势 在香港 就叫做 快餐店 都很大众化 在内地 几十元 哇很贵的了 那样 没错 所以它都是有挑战的 不是说 你现在一进去 一定得的 必有东西一定得的 所以 你现在看看 它市场对它有些冲劲 所以现在冲了上去 就不需要冲了上去买 那是什么时候呢 下来 如果它有些回吐 或者大市有些震荡 那样 譬如说去回多少呢 去回25元或以下 那样 那你才慢慢考虑 那这里呢 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个密集区支持 那这个密集区支持呢 底部是23.05 如果你25元那样去买 止蟋位置放在23元之下 那才博它呢 就是中长期可以向好 不需要高追 另外呢 一直是这样升的 就是因为减息因素呢 就是对那些呢 飞机租赁股有利 这就是中银航空 飞机租赁来的 航空这个飞机租赁呢 昨天已经创52周身高 冲了上去 今天再升多一点 不过今天倒回来跌的 那跌呢 我又觉得不是坏事 因为我经常说 冲的时候不要买 这些时候 是不是 市都横行 要不要冲上去的时候买呢 那如果它回 回回去什么呢 最好回回去呢 这两天的低位 例如呢 之前昨天 星期四的低位 是66.55 哇 67元以下 那你才来想 回回来 因为它这些冲到上去 其实都是强的 估计呢 减息都是对它这些有利的 因为它那些 比较稳定的 那些飞机租赁嘛 是不是 这些飞机租赁 大概 67元之下 才买 那呢 止蝕位呢 这里有一天 就是7月15日的低位 是65.35 那你用65元做止蝕吧 希望它呢 然后呢 慢慢因为减息因素 它就一路一路是这样 充高一点 那为什么会是飞机租赁呢 因为近期呢 其实大家知道 香港有一些 地产股 或者收租股 都开始有些回 那些资金由那里 退回一些出来 那 比如领展回回一些 比如说 太古地产 这段其实都比较偏远的 那些资金我估计 流回出来 那它都要寻找一些高息 稳定收息的 那些股份 可以拍到一些资金的 可能就流回进去 这些了 航空租赁这些股上高 那另外呢 昨天说到 金介 因为它呢 就是盈起啊 那些 其实呢 就是除了柬埔寨之外呢 现在充领俄罗斯 又开赌场 又是啦 充了上去 今天都做得挺好 这只股也不需要高追 仍然都是觉得 我仍然都是觉得 等它回 回回来 最好呢 再低一点 比如说是 11元 或者之下 那才买 那止蝕呢 就放在 这一日的低位 19号的低位 10.54 放在10.5元之下 不需要高追 希望它回才买 这只的前景都 挺好 因为其实 豪赌股呢 就没有 创到新高的 这一只呢 就是赌业股里面 你如果耍一点 分散投资 去一些赌业股 这只是赌业股里面的 首选来的 好了 总结而言 我觉得 欧美呢 下半年 都可能 继续 寬松下去的 应该会 都挺宽松的 因为特朗普 就会迫 白威尔寬 而欧洲呢 本身呢 就是经济不太好 加上 换了人之后 换了法国 那个 拉加德上去之后呢 它都应该会 继续 宽松的 所以呢 反过来看呢 四大经济体里面 中国也都可能 在下半年 宽松的 所以呢 希望在下月 或者是下半年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